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怕抢先报 即将要宣布赖清德 这个阻隔的这个新闻 那内阁会有一波大地震 那这个是我们也跟听众朋友分享 那4号的时候林全宣布即将请辞 那根据这个其他的报载 那新的会期 22号开以新任的隔魁 最迟15天内要向国会报告 因此林全跟赖清德 即将在8号 也就是礼拜五的时候 进行交接 这是我们看到最新的人事大地震 那至于其他的行政院副院长林希耀 以及秘书长陈美玲 都会一起离开 那新任的人选会由赖清德 另外征询适当的人选出任 那我们看到这个消息 已经震荡了政坛 大概一两个月之久 终于有人讲说是最终回 那没想到提前 让这个震荡结束 我必须要跟听众朋友复习一下 我们才在上个礼拜 邀请了总统府的发言人黄崇燕 我有问他说 为什么府方对于赖清德阻隔一事 最后用一个廉价的谣言 不只是谣言 这个谣言还廉价 就黄崇燕当时候的回答是说 没有这样的一个新闻 就是说这个是只须乌有的 没想到只须乌有就要成真了 那新闻记者在这段时间也辛苦了 那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 我们邀请的是台北市政府观传局的局长 也是媒体人出身的 简月 余月你好 光晴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在看到光晴 尤其在今年我们的两个好朋友都相继辞世 一个是补红鸭 一个是利宏 那所以有时候觉得 不管圣坛 像今天的新闻来来去去 或者是新闻界 大家来来去去 像我们这个世代是非常辛苦 在新闻界几乎前不着春 后不着店 所以很高兴可以跟老朋友相逢 是是 也谢谢余燕特别提到这一点 那而不是只是公事公办 其实余燕讲到这个眼眶都红了 其实我们两个好朋友的黎氏 还不止 还有包括刘文雄 还有其他制作人 对 齐柏林都是在今年 对对 都是在今年 其实感触很深 我们转眼之间 从二十几岁认识 到现在已经五十几岁了 哎呀 我们的年龄是国家机密 可以讲出来 是 那余燕第一次闪光到我的节目 那先请教余燕 因为世大运的这个热潮 是 我认为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 那个热潮如果真的很严苛来讲 它是有一点点 逐渐在散去当中 那我住领口 我感觉到非常强烈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次世大运很多的媒体 包括我自己本身 我也认为这次是办的是成功的 谢谢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最新的讯息是 立刻我们关注这个苏立琼 他是市府的秘书长 他也是这次世大运执行长 是不是太累太辛苦了 所以撑的一年半 是不是真的会请辞 那我们先由余燕来帮我们描摹一下 他是台湾阿信 我看你也不遑多让你也是台湾阿信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苏立琼他现在这个动作 你应该感同身受 你看到什么 以及你这段时间你在怎么忙 我觉得很不舍 我们开会 尤其这12天 我们是每天晚上8点开会 每天晚上8点开检讨会 前几天都开到11点多才到家 一早7点多 那我所负责的是转播 主新闻中心 还有行销 熊站 这个部分 那所以像我一早上 你看注意主新闻中心 我们要接待的是1000多名记者 包括路透社 法新社 是日本的媒体来的更多 总共1000多人 这里面台湾媒体报名有七八百人 国际的媒体来 我们每天早晚再开记者会 那这样的工作量真的很大 我刚开头的时候 我们在一年多前 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 去盘点台湾的 我就说转播好了 你要同时间 所有决赛全部要live转播 那live转播的同时 有20级箱比赛 那我们不是要SNG车就可以了 我们必须动到OB车 OB转播车 就是车上有全部的副控室 那有全部的剪接 就像把节目搬到现场了 没有错 对 那所以 全台湾的14台OB转播车 包括里面最贵的 1亿多 东南亚最好的4K转播车 我们在一年多前 就全部都征召了 那当然都要付费 那我们总共动用了 5000多人次的 新闻界的转播 所有电视台的工程人员 我们都一年多来密集开会 那你要动用到5000多人 把选手的最好的画面 去跟全世界的画面 一样无接轨在电视播出 其实对我来说 是非常艰困 你跟他们讲几个故事细节 你怎么去 搞了这么大阵仗 他总共流标了两次 这个标案是3亿多的 可是3亿多 台湾新闻界评估没有利润 那韩国来了 欧洲也来了 他们都说 你们台湾技术不够 甚至连FISU 就是负责媒体的 那最高部门主管 一度都当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 他们这次连送来的 有一些的 就是另外单位的标案 就是有关于一些配合的 都以我们的电视 还是传统的旧型的电视 对我们台湾认识 真的太少了 那当时我心里就有一股气 某周刊在报的时候说 你看没有人要来标 因为台湾新闻界 能量不够 没有到那么多的转播运动人才 跳水跳下去的话 只拍到脚 跳上去的时候只拍到头 所以那家周刊上面写说 应该由央视来接 我当天是在议会拍桌子 议场上呛回去的 但是我心里就想 我们门心自问 柯P也问我们说 你们新闻界 一个和尚有水喝 三个和尚真的能够跳起来吗 可以的 所以我们整合全部工程部的经理 透过一年多以来 那我还记得在 大概一个多月前 第一次把工程部的经理 大家聚在一起吃饭 那个老三台的老经理 他们都认识三四十年来 他们说这三四十年来 从来没有这么多业界的对手 坐在一起吃饭 那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看举重的时候 我们一般 我自己没那么喜欢看运动台 可是我这段时间看 你转东升中天 你转每一台全都在播 可是你注意看 每一个画面都切得很快 光举重 郭庆纯举起来的一刹那 对 那接下来一刹那 他们的长官跟我说 他第一刹那就是要 可口是郭庆纯的脸 接下来再立刻要找教练的那一机 教练完了如果 还有家属就是家属 接着是观众 这几个四个动作 必须在三四秒内完成 你再回头看 我们平常的电视转播 除了综艺节目 会切割到画面这样 我们一般运动节目和新闻节目 都是一个镜头就拍到底 那所以这一次我看那个举重 想说怎么这么好看 后来我去转篮球 篮球他多了一个 在上面拍下来的那个画面 我就问说 上面没有鸡啊 因为我们篮球出了酒鸡吧 上面没有鸡啊 他说他出了一个叫做飞猫 就是可以动来动去 那你在看开幕的时候 中间的上面 开幕转播完之后 那个表演的团队安逸制作 就是他们负责表演 他跟我说 这一次转播 还要大大的鼓掌 因为没有一秒的lag 你要想那个火一爆破的时候 画面就要到爆破 然后那个音乐 哪里响起它就要到哪里 在整个田径场的上面 轨道全部都是最先进的4K摄影机 那这也是飞属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 他们几十年来 世界大学运动会第一次 有这个4K画面的转播 那整个欧洲或韩国 日本美洲 他们的电视都已经4K 我们台湾是高画质 高画质就是说 光琴你现在画的妆 看起来美美的 但是上去经不起考验 高画质还可以看到 只是觉得可能有盖了班 可是4K的话 是看到了你的口红 和下面的那个嘴唇 基本的嘴唇色 毛细孔也逃不掉 对那个对于主播来说 是一个噩梦 但是对我们国家来说 运动选手 你当然是用最好的传出去 所以本来 FISO本来对我们转播没信心 甚至我们开了标案 无限印象 华氏跟伟来得标之后 FISO 其实我们这段时间 跟他们的谈判很辛苦 他就是没有让我们通过 那依照所有当时签的合约 都必须要经过FISO核准 那还不通过啊 这样还不通过啊 他觉得你们到底技术行不行 是 他说那你要交出 你每一个场馆的机位图 当时我举例来说 呃 微风运河都还没有完全定案 我就要交出微风运河 总共八机再拍这个 这个整个的情况的机位图 那整整的二三十个场馆 全部要交出机位图来 那那个工程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我们早在 呃 接近半年多前 就跟各电视台全部谈好了 把他们的OB转播车 每台大概都有一台左右 全部都租借下来 那当时这中间又遇到了职棒 说他们要继续转播 可是职棒一转播的话 我们就会少一台 所以这个这里面的过程 光景你记得棒球 我们第一场就输了 后来我们棒球没进前决赛 可是依非俗规定 决赛才转播 没进去的 我们根本没有OB车来转播 也没有准备任何机器 可是怎么可以呢 我们台湾的棒球队 即便在第五名第六名 我要不要转播 要啊当然要 一定要转播 可是我们调不出任何机器 和任何人了 那怎么办 所以那个时候就 我就找了 几家电视台 三四家电视台都感动 他们当天好像是在 一场在新庄 然后另外一个篮球在新竹 他们三家电视台 各出动一两机 然后出动三四台SNG车 所以三四台SNG车 因为没办法切换画面嘛 等于到了现场之后 一壘可能是A台固 然后他用SNG传回画面 三家电视台联合合作 转回来一个模糊 但是勉强可以看到的 这个我们台湾的棒球队的画面 那第二天的新庄的篮球比赛是这样 没有转播的赛 只要台湾的 我们最后都拼着命 把它转播出去 是真的拼命 所以真的很感谢 我们很难得看到新闻界大团结 是谢谢余燕 那也谢谢我们的媒体同业 这背后真的是太辛苦了 那我们包括现场的这些媒体同事 我们真的也是向你们致敬 没想到背后还有这么多的心酸 还有这么多的辛苦 那余燕刚刚不愧是一个媒体人 把它阐述的非常清楚 不过这只是开始 我们休息一下这段广告 我们等一下再跟简约来这个深谈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邀请的是 台北市政府观传局的局长简约 也是我们过去的媒体人 我们的老朋友 余燕 你刚刚讲这个背后的心酸 真的很少人知道 这个当时候只有成功不能够失败 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就是苦往这个肚子里面吞 那再艰难再复杂的情况 你也要去解决 所以可想而知现在苏力穷 你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 他到底会不会走 以及就是说以你个人来讲 那段期间应该是抛夫弃指的 都是女性 对你很了解 对秘书长他几乎从早到晚 而且他有时候因为太晚下班了 他舍不得 因为司机都是一立一休 你怎么能让他工作超过12小时 所以我们都要加班到很晚 所以我的话都是 我先生有时候会来接 然后有时候我们的局里的司机会轮流 可是秘书长他就是司机一个人啊 所以他都是让司机回家 然后他就每天看他的那个 公车的APP 公车快到的时候再从秘书长室跑下来 坐公车 是 对所以我们都经历了那个 就是最后自己在办公室锁门 走出来那个时间 那所以这样的秘书长他真的是阿信 他都不喜欢我们说他阿信 因为他觉得那悲苦 可是要去整合不同的局处之间的同样业务 我举例来说 卖票的 什么时候票要 哪一个抽到对战组的话 要体育局的赛事组告诉卖票的 卖票的我要打跑马的时候 要卖票的告诉观传局的同人 那你要在一天或是一个小时内 整合三四个局处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开会 这个就是 我们一次要迎接一万多名的选手加来宾 其实我们台湾没有这个经验 2021年的时候 到时候会有福人社的三万董事长 全球都来到台湾 这一次等于我们超兵之后觉得 的确全台湾都变成一个观光服务产业 那是一个对台北市很快乐的一个经验 那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流程里面 其实把世大运这样的一个经验留下来 那所以我当然觉得 苏密庄千万不能走 也绝对不能走 可必不是喂留他了吗 够吗 我希望 我记得秘书长当年他在城局那边要离开的时候 城局是三顾茅庐亲自去拜访 但是我并不知道市长如何喂留的 我希望这个整个世大运团队 包括现在有一些年轻的同仁 他们表现很好的 我们都在 因为他们不是公务员 我们就也在局里找有什么植物代理或什么样 希望留住人才 因为办一场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赛事 它是一个难得的经验 那我们我自己都觉得从里面学习到很多 里面尤其是文化差距 因为非俗是法国的团体 他们对于我们台湾很多事情 就是他们要求很多 比方那个媒体手册上面的国企 媒体手册上面的称呼 就是他把我们媒体手册改掉 那我们等等等他们半个月 就是跟他们不断沟通 可是法国人很知道我们台湾人急 如果你真的一急就说 好吧那就听你的 那我们就死了 所以我们整整称了半个多月都没有送印 一直到最后整个台湾做我们后盾 连好市场都说 他当然就叫台湾 那一刹那 那一天我们就公文决行 就直接送印了 你指的是就是说 时代力量所提的 世代运的手册 我们其实一直没有印 都没有印 都没有印 一直等着 还希望有转机 是你只要 我们跟V数谈判一年多了 你只要坚持到最后 时间站在我们这边的话 他们就会放过我们 是 那所以到最后 如果你急的时候 你就必须妥协 所以对于像名称 台湾最后媒体拿到的媒体手册 都是叫台湾 台湾 对那这之前外流的讯息 因为在网站上面 V数规定 我们要公布在V数网站了 那这个过程就是 你台湾人 在跟外国谈判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你坚持的是什么 那必要的时候 其实对法国人 是不必拍桌子 可是他就是 叮着你 他就是不过 那当时签的约 这些都是必须经过 法国的 就是必须跟他们协调的 所以撑到最后 那其实最后 我们还是用台湾来印了 那撑到最后 其实整个球场旁边 也都有很多我们台湾的旗帜 是 国旗 那这些也都是 这中间有很多折冲协调的过程 是非常无奈 所以我在这里 其实呼吁苏密书长继续领导我们 是是 检院已经是公开 利用这个电子媒体的机会 因为如果他走了 我想很多人会赶上 尤其是工作伙伴了 是是 那余燕在这个先前唱衰之声音非常剧烈 是 你们也要穷于应付 就像您刚刚讲到手册上面的名称 其实你们是屏住夫妻了 对 那可是那时候 这个媒体整个排上倒海而来 你们就要任由市议会 或者是说各个政治人物 他们的一个咒骂 舆论的一个推破出来 是网络的一个责难 那在此之前 其实唱衰了 除了你刚刚讲就是说 媒体方面你去处理 那还有人讲说 你们这个市府是捧着钱 去拜托任何人 他们都不愿意接等等 那另外还有人讲说 搞砸了士大狱 你磕皮 你切副也没用 那当然还有说 场馆 你到底来不及来不及 这个时间都快到 你还没有发包 然后新竹 这个足球场还没盖好 然后零零种种的 这个唱衰之声 请问 因为我们压力最大的 还是场馆 因为场馆一定要如期完成 但是因为 好处就是 场馆很多都是在台北市的 台北市新盖的话 那我们自己知道 工程只要盯着就没有问题 那媒体比较批评 和议员批评的 都是那些要整修的 那老实说你一个体育场 有整修没整修都还可以用 那只要这个盯住工程 那其实我们在新闻界这么久 公道自在人心 棒欲游人 那只要心里知道说 这些场馆绝对不是问题 那我们比较多责难是来自行销 因为比方行销的部分 是我观传局负责的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 我们出过一次包 那是一次网路上 他上YouTube的 是熊站的那一次 那那一次是一个朋友 义务帮忙的 他是没有收钱的 可是在那之后 我们的宣传片 或我们之前的宣传片 欢迎片 就是在那个影片之前的 其他我们也都非常到位 那但是 这整个过程里面 就一直有人抨击说 观传局不能行销 我们到 世大运还没开办前 我们内部有做了一个 观传局本身做了一个 需要哪些要检讨 哪些要加强民调 我们的观传局的行销的 满意度高达七成 这里面包括像捷运车厢 那这里面我们有一个 观传局 捷运区车厢很亮眼 很亮眼 都是搭在游泳池里面的感觉 对 那那个幕后 事实上我们在一年前 就开始跟LINE谈 熊站的贴图 开始跟YOU卡公司 和捷运公司谈 我们要包一个车厢 那包车厢是要包外面 因为习惯包车体 车厢外广告 对 那以我个人经验 整个捷运都已经是有闸门 我们就不要包外面 我们就包里面 那包里面除了有这个游泳池 或者这些之外 我们本来也想要弄一只 熊站的一个小玩偶 在那让人民合照 那这个过程里面 你想我们总整会开了一年 到了最后活动前 一年很长 像这种事情为什么要一年 我们之前就想要包了 那包的时候 我们哪里来这么多经费 因为捷运车厢的费用蛮贵的 那里面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一直 你想经过一年的开会 里面要找专家要发包 然后要找美术专家 我们要设计 设计完要经过评审 就要发包 对 然后中间要退货 然后再废标 再重来 然后最后做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开赛前两个月吧 那但是真的是效果很好 那我心里就在想 我要不要一年前就做 其实是没有那个氛围 那我们在这中间 其实我们还 观传局还做了 在捷运站里面的 把整个捷运站都变成了跑道 那事实上当时也一度 有一些引发大家的一些 觉得还蛮嗨的 那这所以同样的味道 我们延伸到捷运车厢里面 那我们甚至把台北市政府的一楼 弄一个大的熊站 里面进去就操场 那这些都是局里面的年轻同仁 因为我们观传局从我进来之后 全面年轻化 我们甚至有24位鼓掌 24岁的鼓掌 鼓掌是已经8只等了 在别的地方可能做到50岁 那最近堂上出来的熊站的团长 熊站的主任 是我们资讯室主任 那个堂主任他才30岁 就拿到9只等 他是台大机械系毕业 交大资工所博士生 我是要这样讲就是 这一代的公务员 跟各位以前所想的 混吃等死可以不加班 已经差很多了 在我们这边只有加班加到死 然后下班的时候 最后我们被要求说 不可以操同仁操那么凶 所以这个东西是整个 台北市政府 透过这整个世界大学运动会 我们展开整个体质的盘检 那我自己很自豪的说 就是在我们观光传播局 我们接办河岸音乐祭 跨年 登节 开斋节 这些全部都是全新的 而且同步都还在手上 必须要完成的 没有错 如果每一件事 没有一件事可以不做的 我到十月还要负责 大同再生计划的 整个市长的体验 大同区我们不一样 大同区毕竟是科匹得票最高 也是我的老选区 我要如何让大同区的人 觉得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从昨天开始 大同区迪化街 市办礼拜天的话是行人专用步道 没有车子通行 我是要讲这样的说 市大运只是这一个整个世代 它不只是我们台北市 其实新竹 甚至桃园 桃园的新闻处长 他也多次来 然后把他们车厢也弄成游泳池 这样 就是整个跨世代的公务员 在这一个市大运 它是全面盘整 而苏利琼秘书长只是里面 他所代表性的人物 他就是阿信的精神 那过去的18% 在这一代完全都没有了 其实他们是100% 是真的是鞠躬尽瘁 非常辛苦的公务员 所以就这一点来说 我觉得必须帮公务员来证明 对 因为很有趣的就是 有网友他们整理了一个 打脸总整理 就是说这个东西成王败寇 对 你如果办得不好 所有东西都出炉了 就是麻疹还没出够 全部都会出炉了 那大家也在看 所以柯皮可能过不了这一关 所以还包括主管场 这个大巨蛋的这个议题 场馆进度 宣传手法 票物销售 几乎每一个都被批判了 那包括卖票 先前是不是卖的 冷门赛事只卖出一成 零零中的议员绝对会做文章 那直到最后 票房是非常好的 突破八成不说 还接近九成 那八成七 那狂卖了67万五千多张 那还有民众打地铺漏夜去抢票 那还有餐厅的部分 其实零零种种问题 我们还看到后续 熊战何去何从 以及就是说 刚刚宇燕提到了 就是说 怎么行销台湾 还不只是台北 那一个人 他们真的当好警人用 所以这段要小安顶之前 我先请教宇燕 这个柯市长上任资金 他自己承认 前两年真的兵荒马乱 你认为这次市大运之后 这个整个市府运作 市府的运作是不是顺畅了 这个模式 是不是也在你们内部建立了 跨局处比较能合作 所以我才说 苏秘书长他非常重要 那因为市长是透过市长室来 直接每天的成会 来要求大家来沟通协调 柯市长的管理方式 和过去历届市长 或是菊姐赖金德 郝龙斌他们不一样 就他从来不开局长会议 也从来不私下见任何局长 他们都是透过成会来讨论 成会的时候有鼓掌有科员 那所以这个模式已经建立之后 事实上台湾的公务人员的体系 和官僚的科程制度 几乎打破一半了 几乎打破了 那就这来说是 柯市长一个很不简单的 很不简单的成绩 因为让传统的官僚体制 没有那么官僚 那所以你看在这次市大运里面 所有的东西都是及时要反应 那旧的官员必须有新的思维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不简单的成绩 他当然算是柯市长的一个 关键的战役 那但是他其他关键战役 就是透过北门行销 让整个台北市的旧城区 全部起来 那所以对于明年的选举来说 市长已经说过 他不设竞选总部 也不会有 当然他不会再有差棋子那一些 甚至他会不会有募款 我们都不知道 那等于是全新的 用执政成绩来打选举 他势必也会是耳目一新的 不同的选战方法 那所以我认为 柯P已经进化了 他成为一个政治领袖了 就是市大运之后 必须要给他 就是他可能会给熊战 一个新的台北吉祥物的 一个徽章 同时这个社会的民众 和媒体也会给他 一个新的徽章 就他不再是素人了 社会必须对他有这个肯定 好 市大运改变了许多 包括柯文哲在内 那柯文哲也是 我们全台湾的一个话题所在 那产生了化学变化 不过我们有关这个 这次市大运相关的议题 还没有谈完 等一下回归到这个 检阅 举诈 就是说 有人讲说 真正让世界看到台湾吗 我们也来检讨 我们也来刮起一个检讨风 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是 百分之百 我们讲满为止 包括柯P要不要选总统 我们休息一下 马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崩晴 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胖抢先爆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有请当事人邀请的是 简余燕 局长 就我余燕就好 我觉得余燕也是蜕变了 你想想看 这个不只是媒体人出身 就是跟大家有人脉关系之外 真的你放眼 就是说如果在政府里面任职 在台北市政府担任官场局局长 你看听他描述这个 我甘拜下风 这个真的是 没办法 好像神人才做得到 都是很辛苦 跟你们一样都是很辛苦的工作 但是很感谢新闻界的训练 就是让我们跟人民在一起 以前我也觉得是否很官僚 到了现在我开始觉得 我的身边的人比我还接近民间 那个感觉是很好 而且你又做过议员 议员是很好 很好做 因为骂人的机会很多 那你真的要去做事 而且世大运我说实在 不只是只许成功不准失败 而且每一个是独秒的 你不能出错 是 尤其是在国外行销的部分 就是我们 我是从前年开始规划 请了国家地理频道 来拍 来拍相关的节目 那他就开始记录 我们整个台北 到底能不能变成运动风格的城市 台北的国际化够不够 我们的英文指标够不够 然后他等于帮我们来盘点 那接下来 其实国家地理频道问的是 那你们台北的文化底蕴够不够 那我自己在做官传局长的时候 我跑去日本 跟日本的东京都观光部长 在谈的时候 拿了一堆文宣给他看 东京都观光部长问我说 原来台北有文化 我说 那我们之前行销什么 他说以前都以夜市为主 所以那我很受刺激 就觉得我们台北很有文化 所以国家地理频道里面讲的 其实就是台北的文化 我们在整个国际行销 触及了亚洲的人次 是一亿多 那同样的我们这一次 世大运 这中间有一些媒体不派人来 那我都透过了我们的一些管道 所以路透社 法新社 所有的全世界的主流媒体 包括CNN全来了 那总共237位国外媒体 我们是一一的用尽各种手法 去希望他能够 比方拍到台湾的小包和牛肉面 然后比方去拍到我们的选手 那所以尤其像台北捡运的彩绘地板 那个游泳池 连CNN都来报了 那这里面当然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 包括法新社 最近也会有再持续有相关的报道 对 那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国际行销 我觉得观传局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六年总共动用了几亿元 里面很多是好市场时代的 而且他们一定要来 他们就是眼睛嘛 对 他们有的人真的不来 有的人他说又不是奥运 为什么要来 或者来了之后不堪 那像我例如说荷兰水球队 当时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写 就是他一张照片出来之后 那我们局里的同仁 就是这张照片的朋友 所以他立刻全部 我们是透过新闻界分享出去的 那正好是转播组的同仁 运气很好 那那一天你要记得 我们斯大运的第一天被闹场 棒球输了 许淑静退赛 台风要来 那一天回家的时候 天空都是黑的 但是到了第二 后来接下来 荷兰水球队一家郭信淳 破世界纪录 那所以我遇到 就提起来 郭信淳那个画面真的是突破 对 而且郭信淳是从两年多前 我就找他代言 我同步找的代言人是 郭信淳 江洪杰 戴姿引 许淑静 那所以你看这几位 都表现到非常亮眼 还有杨俊翰 他也是第一阶段就代言 谁料到的吗 当初谁料到 对 而且他们都没有经纪人 所以他们几乎都是半帮忙的 有经纪人的 只有江洪杰是姐姐 然后还有这个戴姿引 以及许淑静 那所以你还看这几个 包括王子维 真的他们表现真的很亮眼 所以我们 世大运能够到现在不负使命 第一个当然是选手表现很亮眼 第二个我要说 行销团队 还有加上品牌小组 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是忍入负重 然后我们每推出一支影片 网路上都是有骂 说是抄袭啊 或者是说这是怎么样啊 从两年多前 在国外的时候 到现在 在国外行销 事实上我们打 从网路打国外 买关键字 一直打到现在 那这个中间的艰辛 很多人都批评 国际行销 国内行销 事实上国际行销 因为你们不在国外 所以你当然看不到 包括Eurosport 他在这段时间 一直在广告播出 台湾的美好 那是跟Fish合作的 那这里面的 但是当然 我们台湾的经费有限 把几亿元丢到 六年来丢出去 都像是丢到水里面 可是我们最后 世大运要留下来的成绩 是这一万多名选手 和家人 他们对台湾 是否留下美好的印象 我要在这里说 of course 绝对 我举例来说 像中间有一些 有一些伊朗的记者 或一些记者 他们没有做 没有做到班次 交通车拖班 或是没上了 我们不只是请 计程车 而且我们之后 还送礼致歉 我是光说 这些细致的服务 是外界所看不到的 那我们整个 主新闻中心 几百个人 去服务 就是总共 你看二三十个场馆 全部设新闻中心 全部每个新闻中心 只要有接收讯号不好 我就是一通电话 打给中华电信 有总经理经理级 在盯我们记者的服务 这些的细节是外界所不知道的 是因为我想请教一下 刚刚姚文志 他也是在这个关键点来上我们节目 他肯定事大运的成果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呢 他看过非常多的像奥会 像其他国家的一些承办经营 他自己有承办筹办 然后这个市运 高雄市运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他只是一个良心的建议 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在更早的国际行销 更早在国际行销 那台湾会更好 他希望好能够再好 那针对这个点呢 你认为说 有没有更早的这个空间 以及说国际行销 你认为你也做了很多 也做得大家有目共睹了 你认为这一段的谈话 有没有你要回应的 好 我举手来说 高雄市运他的海外版权 是由高雄人卖的 但是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 有没有海外版权 有 但是他不在我们台北市的手里 在当时签约的时候 就是由非属负责 所以是非属负责买的 这个部分连我们想帮忙卖 也都不能做 因为这是别人的 那所以我要问高雄市运 当时有到韩国家暴吗 高雄市运有去香港 然后去把他们整个地铁 也都贴上吗 也都没有 那这些都是我们曾经做的 那所有的行销 必须跟议题 还有跟观光全面结合 那这些我们很辛苦的做到了 包括新南巷的时候 沿路熊站都是跟着跑的 熊站甚至到上海的 百货公司里面去 那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人不在上海 所以姚伟那样不知道 但是我很感谢姚委员他们在立法院帮我们做了很多 如果不是立法院的支持 如果不是行政院权力支持 我举起来说 外交部的每个场馆 全部都收到了我们的文宣 我们刚刚说的国家地理频道 台北申办 世界大学运动会 以及台北的文化领域 那片光碟 我们种种发出了 大概接近十万片 那就是包括国外的每个场馆 全都收到 那这些也都是中央跟地方群策群力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感谢姚委员帮忙 帮我们盯住了外交部 他他主要问四个字 不是四个字 就是他四五个字 就是说 你们有没有穷尽一切可能 六个字 是 当然是啊 当然是 心力血 而且连外交部能够去的 每个管道都到了 那但是 就是钱不够多 可是花了几亿元 难道还要更多吗 就像很多人觉得 为什么你只花三亿多 让新闻界转播 你不是像韩国 扎七亿就可以了 这不是我们该做的事 如果我们有七亿元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更多 至少跟其他国家比拟 我们算是突破了非常多的记录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专访的是 简余彦 余彦我发现你真的不同了 不过世大运真的令很多人 他们的政治前途可能都不一样 其实最大的转变就是柯文哲 你怎么看这段时间的柯文哲 柯市长他的确 他以前比较有话直说 现在比较忍耐得住了 那当然就是如林警昌这两天 我是看媒体说警昌是说 他是流心还恒心 市长是说流心已经够久了 那警昌的关键是说 但柯P能不能建立一个自己的团队 那以我来看就是柯P是从素人 你看他从政严格讲到现在才第三年 你是从选举期间就帮他了 对我从选前就是我还记得九月的时候 我有个大纸服务处要开张 那天我就想请他来 他那时候还没有决定要参选台北市长 你就是在参选那一年的九月 那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合作 到第二年四月我宣布不选 不选议员了 所以当时柯P他们就找我说 要不要当发言人 我们就合作到现在 所以我来看就是说 对柯P来说我们都是客亲 那所以柯P的团队 他能不能形成他主力团队 是关乎不是这次市长选举 因为这个市长选举 他毕竟是地方的县市首长 那警昌谈到的是 是否是总统大选 那光琴你觉得他会参选总统大选吗 我认为会 那你认为是2020还是2014 我认为是2020 那这个幕僚我不做这些的揣测 但是的确就是 我认为他的团队 目前是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公务团队 的确已经形成团队 那这个团队够不够强大 才是柯P未来政治路的发展 对他不需要有他的团队 而且他经历过这个 世大运这么大的盛事的考验 就不能够太freestyle 对我很谢谢他给我 还有一些人很大的空间 就是比方旧城区观光 或者是登节 甚至是开灾节 那在我们府内都不同局处 有不同想法 觉得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规格 那为什么活动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以旧城区为主 像南港内湖 他们就很炮轰我 说为什么我的活动都在旧城区办 但是因为我们跑过马英九时代 甚至整个台北市的改变 它就是整个旧城区改变之后 东区本来它就是会活的嘛 那只要旧城区改变之后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未来 整个台北市政务团队必须提出来的 对原来在这一次这个场中 从之前到这个终于落幕 这中间除了汗水之外 听说听说有很多泪水 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流过眼泪 不管是看那个选手 是 或者是在过程当中 呃看到有人冲 差点冲进去啦 就是说竟然第一天是这样开的 对 你有没有流过眼泪 呃 是比较不会 我这人比较 清闻戒酒的 人家说没血没泪 但是是真的很累 是 常常觉得心力交瘁 那个心理交瘁 我们都不怕辛苦 怕的是跨局处协调 和跨国协调的时候 对方卡我们 像我就对于 呃 中华民国或是台湾 哦 这些字眼 跟FISO他们非常不愉快 哦 那对于FISO瞧不起我们台湾 的某些新闻界一度啦 哦 我也觉得很受不了 但是到最后 答案 用竖起模子说 你们的转播是一流的 你们这次的转播 打破了全部FISO的记录 我就觉得 哦 那我就 就忍辱负重了 是 对 那当然就是 就是还是那第一天 是真的最难熬 四大打击 台风 棒球输了 许淑敬退赛 在家开幕被闹场 但是第二天 有郭信纯今天一举 再加上 荷兰水球队的朋友 荷兰水球队那天 一个照片被我的同仁拿到 那我的讨案就立刻 我们请转播体系 全面分享出去 那分享了之后 我第二天就call了荷兰大使 找到他电话 跟荷兰大使说 我很谢谢你们 现在的水球票一定就有卖 我又没有办法 再请荷兰水球多出来一些 多做一些什么 我跟你说 荷兰大使立刻 我们后来敲到31号 都结束了之后 他们才配合我去行销旧城区 那那个过程里面 我就想 那同步美国的副团长 美国的那个路易士出来 陪我们台湾记者来开记者会 美国那个是拿九片奥运金牌的 那跟他们的美国队的副团长 最后美国队副团长在冠亚军争霸赛的中场的时候 Cue我上台 送一个球 所以谢谢台北市政府 这个都是人生的偶然 这个过程我们是主动去跟各个住外单位 交了好朋友 是觉得办一个国际级的赛事 重点是这个过程里面 让台湾跟更多的国外的朋友交朋友 那我们的确做到了 好 简医院他对于李志凯那完美的落地 那他曾经在联络上提到过去旧有的一个渊源 我们今天时间太短了 没有办法提及 但是我最后送给简医院 也送给我们市府团队 也送给我们台湾几个字 翻滚吧 余燕 翻滚吧市府 翻滚吧 台湾 好我们等一下我们收听联网场信报 跟由Danny主持的音乐123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抢先报 节目制作人张云珍 企划制作杨永安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123